你怎么上课了啊 没看错吧 龙少爷今天居然来上课 什么 什么 同学们 这一次的创意写作 你们给了我不小的惊喜 特别是龙志一同学 老师 我们要求听一下龙日一的大作 行 我给大家念一下 畅想三十年后 一觉醒来 我只觉得头重脚轻 镜子里的那个身影 穿着蕾丝短裙 脸上宿醉未消 安静 是的 这就是我 在接受了手术之后 我觉得这个作文写得非常好 很大胆 很有创意 所以我给了优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创意非常前卫 老师 不好意思 我身体不太舒服 老大 老大 安静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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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继续念给大家听 我不知道 金梅 这篇文章该不会是你的解锁吧 怎么样 还不做吧 还不做吧 这下你完了 想变性 是因为自身对生活